我们讲解一下VRP跟HSRP的实验 首先我们先拿到这张TOP 第一眼瞄过去 你该做几件事情 刚才同学有问 首先这张TOP里面 这是一台PCD 一台电脑 这是一台交换 在我们眼里这是一台二层交换机 三层交换机不是长这样 这个是一台路易器 路易器是吧 没有你吧 这路易器没有你吧 R1R2是路易器 R3也是路易器 只有这台SW这台是二层交换机 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回1好吧 没问题 有多少轮载啊 有载同学回个1好吧 这个是路易器 路易器路易器 这是一台交换机 可以把路易器变成三层交换机 可以没问题 R1R2把它变成三层的交换机 也是没问题 可以啊 都没问题 都可以做 来我们看一下 1234123 OK 再来一套 PC 有些同学说把这个12两个变成交换机啊 这个有什么问题 对啊 现在是我们会直播 有直播啊 如果上班同学可以 等一下有录品啊 可以传看给大家 这个啊 这样实验 先把它配置成交换码 加个交换码 算你如果是交换机 就要加交换码 对不对 忘了这台也是 好 OK 那今天两台设备把它更改为我们的多层交换 这台设备把它图标改样 图标改 图标改了 再从以太往交换机 OK 搞定 来 接下来我们连接一下送路 一个是连接交换 就到我们的路由器上 交换接口 连接到我们的交换机上 好 好 好 搞定了吧 这个环境没问题 好 我们把它开起来啊 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搭一下这个图标 是吧 搭一下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实际上很简单 没什么难度啊 搭一下这个图标 来我们看一下屏幕的需求 需求你们可以这样的 可以把这个整个需求 可以这样的 复制出来 可以卡住 可以卡住 好 就这样搞定了 好 对这个需求 我们看一下 看能不能调整的窗口 我们看一下这怎么需求 配置基本环境 检查直连联动性 配置R1R2之间的OSPF R1R2R3上面是商材设备的OSPF 对不对 OK 来 我们看一下 怎么玩 稍等 我接个电话 不好意思 这边有人打电话过来 稍等 哎 好像开两个 这边 喂 你好 哪位 轻易的 哎 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怎么了 不知道 我已经 我已经离职了 我那边已经离职了好久了 离职好久了 好久了 OK OK 又回来了 刚才接了个电话 接了电话 不好意思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环境里面 12345 12345 我们看一下这五台设备整配置 调整的仓口 OK 1234 那我们先看 第五台设备 第五台设备啊 R5这台设备啊 R5这台设备应该最简单了 我们配这个地址啊 对R5来说 请R5先配 对 嗯 要模拟成PCG 该怎么样 No IP Routing嘛 对不对 把他的路由不能给关闭掉 是吧 路由不能给关闭掉 对 对 VRP的 VRP的时间啊 VRP的 OK 这个应该 这应该没问题吧 VRP的啊 好 好 再继续啊 那IPRouting 那IPRouting完之后呢 把这个接口配置一个地址 是 我们的一个 这地址多少 是1010.1.100.25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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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OK 这已经搞定了啊 再配置一个网关 IP default gateway 10.1.100.254 好 搞定 是254吧 是254 好 这254嘛 254啊 R5上网关配置等254 来 这是R5的配置啊 这是一台PCG 你模拟的PCG嘛 大家可以改个图标 你可以改个图标 让你看得更爽 好 看得更爽啊 就这样 好 接下来是R4 R4这台设备啊 R4这台设备啊 R4这台设备是一台 啊 交换机 二审交换机 那这台设备我们要干嘛 首先是要配置一个VLAN VLAN 比如说是VLAN10 新建VLAN10 新建VLAN10 好 把这个F1-0接口 把它发分到VLAN10上 是吧 好 是VLAN10 F1-1的接口呢 来了 问问你 问一问你啊 我们这个F1-0接口是VLAN10 那F1-1接口跟F1-2接口呢 是发分到哪个 1-1跟1-2 是发分什么 是Assess接口还是Tunk Assess还是Tunk 问问你 F1-1跟F1-2 Tunk还是Assess 同学们可以判断一下吧 其他同学们 有来 有来听课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啊 那我们 如果现在两个接口一起配置 怎么办 F1-1跟F1-2 如果要一起配置 该怎么办 需要你来一条命令 英特什么 英特费 还叫做Lang Lang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张二就可以了 Twitch mode 创商 对 实际上 实际上是这样子 我们真实的环境里面配置 肯定不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真实先配置的是分装 是吧 分装是DOT 就是再配置成创商 记住啊 按步骤这样子 好 给大家 把配置给粘它 是吧 ok 来 继续啊 继续啊 我们这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把网关配置在R1上 这台SW 交换机上 先命名一下 叫做HOST SWE VLAY 先创建VLAY 对不对 老步骤 先创建VLAY 医药之间没有心跳性也可以啊 药也可以 不药也可以啊 问题不大 我们直接通过这台设备来做心跳 是吧 你也可以拉一条线啊 我们题目的需求是这样的 我们先按屏幕需求做 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些 比如说一些改造好不好 先这样子啊 先按照屏幕需求来做 ok 没有你吧 事物之间 事物之间为什么用创造呢 没必要啊 因为这是一台电脑 电脑我们默认认为 电脑的PCG嘛 是不能识别那种 我们的VLAY 或者Trump 默认同样认为啊 有些服务器是可以的 好 我们继续啊 大家可以来我们腾讯和产品啊 都可以啊 如果在询问下比较不清楚 PCG不支持Trump 不一定啊 我们这台电脑R5这台设备啊 有些设备 服务器啊 服务器啊 服务器设备是可以支持我们的 啊 我们所说的VLAY的Tag啊 创个电路啊 可以创过了 等一下给你们介绍一下 好不好 我们反正没有上课 可以慢慢聊 不急啊 来 这是SWE SWE 因为我们创接VLAY10了 是吧 VLAY10创接完要干嘛 要配置个地址是吧 地址是10.1.100.1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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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OK 好 这个地址已经配置完了 地址配置完了 好 那我们现在是物理地址啊 先配置物理地址 PIN10.1.100.0.5 对不对 能不能通 R1 PIN 走到R4 再走到R5 看能不能通 哎 我刚才是创个电路址配啊 不好意思啊 Switch mode trunk啊 那是蛋 Switch trunk Alone 这个不配也可以啊 目论起来都是VLAY10 我看能不能通啊 跟他来 跟这台R5这台设备能不能互通 等一等 R2这边也一样啊 接下来PIN10R2 那边先等一会 HOST SW2 把名字先改 这台是SWE R1是SWE R2是SWE 我们记一下标记一下名字啊 SWE 这个是 SWE 好 我们做一下这个实验 VLAY10 退出 VLAY10 先创建VLAY10 对不对 VLAY10这个是创建啊 创建的意思啊 创建VLAY10 退出来 就创建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VLAY10里面 配置一个 一个地址 IP地址啊 100.2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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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接下来把这个接口 跟交换机相连接口 配成创作 是吧 OK 搞定 看R1那边能不能通啊 等一等 还不能通 还不能通 通了 讲慢 我们看这边能通 10.1.1 100.5 对 展解乐背啊 对 好 大家可以参与啊 可以参与啊 是吧 我说呀 这种参与方式 也可以尝试一下 效果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具体的效果怎么样 点100.2 看下 SW1跟SW2能通 哎可以通了 R5呢 R5这边还不能通吗 再拼点 可以通了 好 我们R1 拼R1拼R2能通吗 R1拼R5能通 OK 接下来我们配置叫什么 VRP吧 VRP怎么配置呢 先进入到我们的先配 我们来是W1的VRP啊 VLane10 它的VRP 接下来是我们的一括号下 有个叫什么 group number group number就是我们的一个 组号啊 VRP分为很多组嘛 你可以分为多个组嘛 对不对 就像 我们前面学过 Ospir的区域一样 有点类似啊 它的组比较组一 R1的组一跟R2的组一 我们两个之间是能够啊 我们VRP进行一个通讯 对不对 两个进行通讯啊 轻跳通讯 轻跳通讯啊 来我们看一下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R1这边是group1 group1啊 R这边也是group1 这两个group之间是可以有轻跳 轻跳啊 会检测对方是我活着还是的啊 OK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理啊 好 group一定要知道 IP 10.1.100.254 好 这个 地址是虚的地址 10.1.100.254 这个虚的地址啊 就假的地址 就是这个地址 不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说我们 VRP配置的时候 产生了虚的地址 虚的地址 OK 配置王级来干嘛呢 我现在要对它的 R1是为ACTIV 就是为主用啊 R1为ACTIV啊 是吧 这个为ACTIV的 R1为ACTIV的 ACTIV的怎么玩呢 我们要的优先底啊 我们的VRP的优先底是 越大越优还是越小越优 同学们可以回答一下 越大越优还是越小越优 VRP的优先底 越大 好 大100 好 很好 是吧 这样子比较容易看啊 你们那些 回复啊 越大越 好 可以 我们把它配进成110 110啊 这时候大了 对不对 哎 我问你VRP 他要不要配置前站 前站要配置 需要不需要 配置前站呢 VRP默认前站也没开起来 默认情况下 VRP的前站也没开起来 大家可以回答一下 你们可以回答一下 VRP默认前站也没开起来 开了啊 满书主没错啊 VRP默认情况下是有开起来的 有开起来的啊 默认不开 默认是有开的 VRP抢在默认情况下有开的 好 我们试一下 先补配 补配 看下会抢就知道了吗 sw VRP 1 ip 10.1.100.254 好 对 配置完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需要VRP 看这边提示 backup 清财状态为备用的 这台设备啊 主用的是 1.1的 就是我们的 sw1的 主用的sw1 好 我们试一下 把那个pc5去pin一下 p10.1.100.254 看一下能不能通 可以通 可以通啊 是吧 可以通 那我们pin多一点 拼多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这时候把这个 结尾挂掉 是吧 把结尾挂掉 维电池 把它sw1上倒是大量 好 看他会切换 马上就不会断 你看 马上的sw2 这边就切换为master了 很神奇啊 是吧 只要sw1出现了问题啊 我只要sw1 就得挂掉 挂掉之后 sw2 就r2再来射评 马上呢 就顶替上去 对不对 马上顶上来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vrp 它会潜战啊 你这个一旦掉 马上就潜战啊 是吧 潜战跟着 好 那我们现在把a1这个回复一下 好 这个已经完活了 到网关已经没问题了 没有任何问题了 等一下 像刚才把它结果up起来 然后可以丢个包 好 没问题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做什么呢 接下来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结果 r1跟r2的上连接口 你看 跟r3连接口怎么做 r1r2嘛 就是sw1跟sw2怎么连 我们对f1-3接口 是配置的哪种模式 没看见老子在pc上配网关 有啊 配了pc上pc上我已经配置到网关了 你就算不配置网关也没什么影响 怎么会没配呢 是不是ip before get away 没有理吧 配chunk r3上配这个 f1-3接口配置呢 chunk 是吗 f1-3接口 可以配置什么 填的是谁的ip 填的是虚的地址ip啊 我中间会虚拟出来一个地址 就是vrp会虚一个地址 什么 10.1.100.254 好吧 这个你注意一下 好 这个地址 好 chunk 有些人说 swe的f1-3接口配置 整个chunk 可不可以 我问一下大家可不可以 这接口配置整个chunk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可不可以 no switch也可以啊 chunk也可以啊 好我们两种都试一下吧 先试一下简单的 no switch no switch pod 我们先试一下 配置完之后再配置个chunk 好吧 先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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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配置个例子啊 啊 这时候我配置了 我发现他这边有邀请吗 没有邀请了 来我们随便配 r1跟r3之间配置什么 就是sw1跟r3之间配置什么 no switch 什么意思啊 来来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交换机的接口 接口对不对 默认请问一下是switch pod 我们看一下 默认请问一下是这样子的 是长这样子 是吧 这种默认的状态 交换机的默认的状态是 我们的交换口 no switch pod 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说关闭的交换功能 把接口关闭的交换功能 这时候这个接口就变成了什么 路由口 叫落伤层口 不能说完成了三层口 这个接口 你看 swf1-3 接口就变成了什么 路由三层口 路由三层口 这个接口实际上就能配置我们的IP 跟路由器一样吧 配置IP地址 来我们试一下 那switch pod 接下来你看 就可以配置什么 ip address 原来我们switch pod就不行了 switch pod 你看 ip address 没有 也可以配置 它会爆错 我记得 算了 会爆错 爆错 它本来是路由器 它本来是路由器 但是我们这个接口 f1-3 这个接口 是交换板 是不是这样 f1-3 是不是交换板 接口 是不是 交换板的接口 ok 好 我们先把它noswitch pod一下 ip address 1.3.1 25.5 25.0 25.0 ok 顺手 好 这个已经完活了 r2这边 也一样 f1-3 noswitch pod ip address 23.1.1.2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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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 我们r3那边配置啊 r3路由器这台 这个应该 没什么大难度啊 平一 二 13.1.1.3 看一下能不能通 哎 可以通了 是吧 r2这边也是一样 r3.1.1.3 r3.1.3 r3.1.3 也通了 接下来 r1再来设备 就sw1再来设备 要干嘛 配置吗 我们什么的 ostf 对不对 osbf 他现在有个提供的需求吗 说要让我们的电脑下面电脑要访问 访问我们的r3的访问一口 r3 我称进一个防御口 再玩一下 to back0 ip 3.33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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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好 这是他的防御口 那我们r1跟r2之间要访问r3的防御口怎么办呢 肯定需要路由嘛 对不对 r1 r2肯定要r3的路由才可以 路由怎么来呢 我们用这种方式啊 这种方式呢 啊 来我们试一下做一下他的一个路由 root ospl in network 3.33 i6 0 ospl 配置上去吗 r1也配置ospl 我们这时候ospl之间能互相学习路由 是吧 互相的学习路由 对了 来我们看一下 ok 那network 13.1.1.3 0.0.0.0 什么问题 看一下 群 那边有点问题 root id root id 可以说 可以敲 不敲也问题不大啊 我敲一下吧 这位同学 还是很标准呢 好 很好 我们这个也能送花 停掉了 停掉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已经配置上去了 配置上去了 呃 我现在阿珊你配置完了 啊 这个是23.1.1.3 2620 好 就是ospl的配置啊 ospl 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是吧 没什么问题吧 阿珊没有你啊 i i 这台设备 我们一样的 root ospl 嗯 他的一个root id 你可以配啊 root id 1.1.1 network 是13.0.0.0 2620 还有这边也是一样 root ospl 1 root id 2.22 network 23.1.2 2620 好 看见阿珊那么起来 起来了 小ip ospl 是吧 ospl怎么看 nabel 看他邻居啊 起来有没有 是吧 邻居 我们前面讲过了是for的段态 这时候你起来了 for的段态啊 for 好 这没问题 r2这边也是一样啊 小ip ospl nabel 看起来没有 还在突围一段态 突围啊 突围一段态 等于说还没起来 等 耐心等一等啊 不要骂 实际上可以加快的 我们可以加快啊 现在不说 暂时不说 是吧 说太复杂了 就没什么意思了 好 可以了 起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在r1上看一下路由 路由表 r1上看路由表 有3.3.33的路由 是吧 这是3.33路由 在r2上呢 r5上看也没有啊 也有 是吧 这个是拿干嘛用啊 有些同学说 不知道拿来干嘛用 首先这样呢 r5 我如果现在r5在设备啊 要发送给3.3.3 他怎么做呢 他只能发送给他网关嘛 他网关 他网关 是谁呢 是我们虚的地质 100.254啊 他虚的地质在r1上 那发给r1呢 r1去查一下 这路由表 扔个学人呢 扔给阿商 是吧 当我再挂掉呢 我这时候就会往这边走 是吧 因为我的网关就飘过来了嘛 往r2这边走 r2这边也会扔给阿商 这整个流程 我们试一下 好不好 我们试一下 来 把r5拼一下 能不能通 r5去拼一下能不能通 r5去拼一下3.3.3 好吧 嘿嘿 啥了 阿商看你们学到路由啊 阿商有学到 诶 阿商怎么没学到 哦 这网段忘了讯告了 不好意思啊 这网段要讯 讯告 来 OSP我忘了讯告 network 10.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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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ure 是吧 要回程吗 要回程吗 等下我和大家说一下什么意思啊 network 10.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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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ure 好 什么意思呢 我刚才看阿商那边看啊 阿商那边没有路由 回来路由 等一下我们先看这个 我知道我知道你意思啊 是这样的意思啊 我们的这个 刚才阿商那边是没有 刚才我们虚的这个地址网段 那边 等于说我数据包发在上来是没有问题的 那阿商回报呢 要回复给这个网段呢 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设备的网段 阿商上没有 阿商那没有10的.1.100.0.24位 那是没有的 那这时候有问题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网段应该新告出来 新了出来 可以了 看啊 阿商 阿商现在没有嘛 对不对 我刚才虚告了 虚告完成之后 应该就有了 小有了 现在有了 可以了啊 我现在在拼你啊 可以通了吧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先看这个 先把这个时间做完 先把这个时间做完整啊 ok 现在已经门通了 好 我们长屏一样 好 长屏一样 阿商把这个 V链给学大链 V链使给学大链 学大 看阿五啊 阿五 就丢了一个包 对不对 阿商把它恢复 好 再看一下阿五 阿五 阿五 就卡了一下 哎 就很正常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 VRP的一个效果 VRP的一个效果 是吧 HSRP也是 同理可得 是吧 同理可得 对不对 没什么难度啊 没什么难度 同学们别的什么问题啊 丢包率 啊 一个他的平均值 哇 上去丢包丢还挺多的 你看啊 丢包率 这样看啊 哎 这边吧 有个丢包啊 丢包数嘛 发送的成功率有多少 是吧 一共发送多少个包 是吧 这边都显得很清楚 嘛 后面的是我们的参数 啊 省大常数呢 最小的 就响应最快的时间是 一嘛 一毫秒啊 平均的是43 最大的是172 丢包率在这 丢包率在这 是吧 1213 除以1216 就等于说 有多少包是通过的 有多少包是通 通过不了的 这边也显示百分之多 百分之九九 这边也显示了 不够精准 他没有非常详细的 只是一个大概啊 人九九 是吧 分析了啊 你看一下就行 接下来呢 呃 我看一下 现在已经能通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他说 这是vrp的 那接下来 我们再做一下hsrp怎么玩 hsrp 一样啊 1.10 我们先把那个原来的配置给删掉 啊 删掉 看一下 删干净了没有 删掉了 是吧 我们现在配置一个standby ip 10.1.by 254 好 standby 1 它的一个 优先级等于 110 搞定 搞定了 啊 这已经配置完了 呃 有些同学说 嗯 你觉得我现在已经配置完了没有 你觉得我现在也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想想看啊 我 我可以为这样配 standby 1 ip 10.1.18.254 好 standby 还要配置什么 在我们的hsrp里面还要配置什么 还要配置什么 同学们 我们呢 我们呢 在我们的hsrp里面 除了 优先级 还是什么 我们前面前面说过了 需要什么 忘了吗 啊 啊 都忘了吗 呃 还要配置的同学回个1 不需要配置的同学回2 好吧 觉得哎 就这样子可以了 同学回个1 觉得 啊 不需要配置的同学啊 回个1吧 觉得还要配置回2 好不好 其他同学都那个了 啊 我们看一下 对对对 这位同学好机智啊 抢账啊 抢账 我们如果不配置抢账 试一下啊 效果怎么样啊 不配置试一下 不配置会怎么样呢 来 我们试一下 先试一下 不配置会怎么样啊 不配置 我先把它吃蛋料 吃蛋料看啊 哎 也会抢账 我再配了 我靠 那我真的是顺手把它配了 哎 掉 不配置的情况下 为啥他也会抢 我觉得好奇怪啊 那到底应该不会抢账 对啊 还是w1 我学到你了 哎 哦 我先你这边看 是尴尬的 是尴尬的 我看一下 妈的这个 是坑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 什么问题啊 为毛能够通 short short standby 在 是相当尴尬啊 不是很是尴尬 你知道吗 哎 这很奇怪啊 默认请问一下 他是不开抢账 特别 我看一下啊 会抢回去啊 哎呦 Lesson speak 我看一下 台湾跳吗 Lesson speak Lesson speak 哎 也跳了 Standby 接下来 主用的啊 主用的不抢 主用的不抢 挂掉了还是会切啊 就不会抢回来 我看看 如果把它配置上 你会怎么样 Standby 1 也不抢 他可以抢 我知道了 ok 现在已经抢回来了 这时候 我知道 我知道原因了 我知道原因了 有可能理解有问题 可以啊 是这个意思啊 刚才抢站这样子 这样子啊 我们现在R5拼的包都是我R1走 对不对 我R1这边淡掉了 他会切换到R2上 那当我R1又活了 活了之后 R1是不会再抢回来的 是吧 不会再抢回来的 需要我们有个遣战的命令啊 遣战的命令啊 遣战是要这样用的 就是说R1要抢回来 把R2的命令抢回来 R2要切换到R1去 这时候需要一个 遣战 ok 我记得之前不是这样子啊 之前我记得是 R2是不会抢R1的 如果这时候没配抢账 也许我记错了 好 那这个就这样子了 就这样子 拼一下3.33 也能通了 可以了 整个流程这样子 在我们的HSRB里面 你们记住就可以了 把这个抢账干上去啊 就这样吧 对不对 有什么问题啊 哪里没看清楚 欠战命令啊 好 来来来 你们看清楚啊 这是欠战